沃伦巴菲特说我可不想早上四点去上班 如今的新闻头条常有报道 美国最著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打造极度硬核的工作环境 这时独到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方式 不由让人耳目一新 他做交易的方式没有那么狂热 没有电脑 开最少的会议 确保充足的休息 当然巴菲特也不是懒汉 刚刚于今年8月30日过了93岁生日的巴菲特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他目前的身价约为1200亿美元 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七位 尽管他的净资产和排名每天都不一样 他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的业务范围广泛综合 该公司在今年的财富美国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七位 拥有近70家子公司 包括保险公司 珠宝商 以及冰淇淋连锁店等等 这些年来 他为投资者赚了很多钱 但在阅读2005年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专题文章时 我最羡慕的是他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的时间 以及他可以关机离线 不参加自己不感兴趣的会议的能力 这让他能够深度工作 而不用受到现代办公室里 无处不在的持续干扰 电子邮件 slack消息 可能以电子邮件形式召开的会议等 这是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都渴望不可得的 所有这些清晰的精神空间 让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他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我所要做的就是思考 不受别人的影响 对于像巴菲特这样高知名度的人来说 他的日常生活显得出奇低调 没有凌晨四点的冷冻疗法 营养品养生或每日身体脂肪扫描 巴菲特称 他每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起床 很合理 读读新闻 再去办公室 有时甚至是在股市开盘后才去办公室 众所周知 他的饮食礼 也不包括其他首席执行官 热衷的富含营养的奶昔 或一盘一盘的西兰花 而是麦当劳 McDonald's 冰雪皇后 Dairy Queen 和冠状可乐 在空闲时间 他会读书 打桥牌 以保持思维敏捷 还会谈谈尤克里里 我觉很多 我喜欢睡觉 巴菲特在2017年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新闻一小时 PBS NewsHour的采访 这篇采访被广为引用 是说 我一般每晚睡八个小时 而且 不 我可不想凌晨四点就去上班 他听起来 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老板 尤其是对那些鄙视微观管理的人而言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他能够迅速做出投资决策 避开会议和顾问 避开既定程序 也不需要经理经常汇报 这篇故事还讲到 巴菲特告诉他的业务部门负责人 不要为他准备任何特别报告 其他一些出版物详细介绍了 他去中心化的放手式管理 这在美国的大公司中 独一无二 我们几乎把权力下放 到了放弃权力的地步 巴菲特说 财富杂志的资深记者 巴菲特的朋友 卡卢尔·卢米斯 在1988年写道 他喜欢让员工高高兴兴的 优秀的企业 有优秀的人经营 这是他作为首席执行官 想要看到的景象 他写道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 已经发表快20年了 所以在此期间 事情很可能发生了变化 巴菲特从那以后 没有给任何人 发过电子邮件 这可能吗 但巴菲特是按照 习惯形式的人 巴菲特的密友 微软 Microsoft的联合创始人 比尔·盖茨 在1996年写道 他一直保持着 同样的生活习惯 我很欣赏沃伦的一个习惯是 他的日程表上没有会议 盖茨写道 他擅长说不 他喜欢坐在办公室里 读书和思考 除此之外 他也会做一些其他事情 但不太多 作为一名在slack 已经接管办公室通讯 和超高速连接 已经成为常态的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巴菲特非数字化的复古工作方式 被我充满了吸引力 当然 作为一名记者 我需要打电话 确保自己了解最新的新闻 和全球突发事件 事实上 巴菲特在他的工作时间里 一直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新闻 而且没有巴菲特雄厚的资产作为保障 也很少有人可以像他那样保持不插电的状态 但他的方法提醒了我们 我们许多人真正渴望的是 在我们觉得充实的职业中 做有意义的工作 并且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 对越来越占用我们注意力的噪音加以限制 我告诉学生们 找工作时 要找你不需要工作时 也愿意做的工作 巴菲特在2017年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我的意思是 就是这么简单 财富中文网 感谢观看